是, 三位在這邊 是, 麻煩你 媽, 這麼早叫我來喝茶? 是, 三位喝什麼茶? 香片, 別收了, 我們還有人來 好… 還有誰?很重要的 一個可以影響你前途的人 你說重要嗎?不是Helen說… 安仔, 你自從去過泰國之後 三個星期都沒有上班 之前阿靖醒來, 我分心沒理你 你連電話也不用打給Helen交代一下 會不會離譜一點? 要不要交代?我在泰國時辭職了 你這種說不做就不做的態度 不是叫瀟灑, 是叫不負責任 不要交代 我們算是跟Helen有點交情 現在約她出來, 她又肯出來 待會她來到, 麻煩你好好地向人道歉 東家不打打西家, 要不要道歉 還有, 讀完書之後 做了幾年, 我想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我燒了幾十年叉燒, 我都沒休息過 那…是嗎?你看現在市道這麼差 這麼多人沒事做 她休息後不知道休息到甚麼時候 現在那些人不會打死一份工的了 我都在年輕的時候看見這小臉了 我這輩子專一這樣燒叉燒 不是一樣供書教學 養大你們的兄弟姊妹 有甚麼不可呢? 我是大學生, 我會想的就行了 大學生很厲害, 做事一定是對的 你這樣弄下去, 遲到一事無成 到時候前無成良書 後無靠背生你就淒涼了 三位陳 不好意思, 怎麼搞的 怎麼搞的? 怎麼錄得到? 沒事 我先去廁所, 很快 廁所那邊, 安仔 安仔 你… 你看這個 阿倫來了 阿倫 你坐… 請坐… 好 不好意思, 這麼早就約你 善醫, 我人也很值得 有甚麼事不妨開門見山說 其實我們這次約你出來喝茶 都是為了安仔的事 好 既然這麼重要的事 為甚麼不見了那個主角呢? 不是, 剛才他們在喝茶 剛才有些重要的事, 他走了 阿倫哥, 你不用幫他了 你兒子的性格我也很清楚 他現在根本不敢面對我 不好意思, Helen 我今早為了見你們 我退了兩個聚會了 我自問對安仔也不錯 一來我愛他的才華 二來我覺得他和Joanne仍然有媽媽 所以一直都在給他機會 但是他始終還沒夠成熟來解決問題 還是我們教子無方 你別生氣他, Helen 我不會生氣, 我沒事的 兒子是你們的 我自問都花了很多心思去捉陪他 不過從現在開始 我也無謂浪費時間去幫別人教兒子 Helen, 我們代表安仔向你道歉 希望你可以再給他一次機會 如果他有誠意 對他自己所做的事道歉 那你叫他親自上來公司找我吧 做父母的 不是任何事都可以代兒子做的 是, 如果沒甚麼, 我要回公司了 你沒吃過東西, 吃東西吃 我們專程請你喝茶 來, 坐下吧 我還有客人要見, 你們慢慢吃吧 再見 這隻天鵝還是很漂亮 但對我來說, 已經沒有意思了 Helen 給你錢聖 池姐 你有三個新留言, 第一個留言 你這個臭小子, 不接電話就行了 你很快開電話, 我有話跟你說 第二個留言 安仔, 媽媽, 你去哪裡打電話回來 第三個留言 安仔, 逃避不是辦法 來沒有, 一個人欣賞 可以打電話, 你是想做什麼 如果一個容量有錢 會不會讓你去哪裡 每天情報 去找誰 你叫我 來, 你黑教人 洆洆, 安仔 安仔?你辭職了 打回來公司, 為公事還是私事? 沒有, 我想問Helen回來的時候 有沒有黑臉或發脾氣? 當然有, 不用問你擦傷你的尾巴 你知不知道代理位的Jacky 她說草圖Helen全部不收貨 還當著Jacky面前撕爛了 人不讓我們出去吃午餐, 讓我們點飯盒 不知道發什麼花瘋人 安仔, 你決定不拼命 是明知之舉, 我支持你 那個女人真的很難受 是不是安仔?讓我跟她說一句 安仔, 阿Helen今次肯出來喝茶 已經算是有傷靈餘地了 你別弄得自己沒有彎曲 不是呀, 安仔 現在跟做Anne搞得這麼僵 身為姐姐的Helen 都會對你沒事 為甚麼你這麼說? 不是說事實 幸好你今天沒去喝茶 甚麼?一定罵得你媽媽人明白嗎? 我以為別管你去 連罵你機會也沒有 就整個雞丁喳喳喳 別管了, 老姑婆不死也沒用 安仔, 你別這麼沒台形 回來吃回頭草 你趕了我的事, 還不收錢? 你今天下午是不是想吃蜘蛛炒油? 好, 走 進來吧 Helen, 我剛才沖開村貝蜜糖 多喝酒給你喝, 適合你嗎? 謝謝你 阿浩, 整間公司都是你對我最好的 我知道你這兩天都很忙 今天早上為了見姐姐 把工作全部延遲了 弄得把腳踢得好 讓我替你鬆一下骨, 讓你放鬆一下 謝謝你 怎麼樣? 浪費了畫的東西是不是不太合心 要不要替你找一些熟手人來畫呢? 你是不是想把安仔送給我呢? 不是, 有時候做人的事 有些人是為了餐飯 不過很多人都是為了一口氣 那你也說我為了一口氣 我想你多給一遍機會給年輕人 阿浩, 現在不是我不給他機會 是他不給自己機會 我這麼忙, 都抽了個時間去見他 他早就走過去 那你到底想怎麼樣? 之後又鬼鬼祟祟地打電話回來公司 都不敢面對我 我想我安仔也不知道怎麼開口跟你說 你也知道你這個人 我起來不是人的 阿浩, 你也知道了 張國是我一手一腳的捱回來的 我做每件事都不容有失的 我自己也要劍賴一下自己的形象給別人看 就這樣找安仔回來 當沒事情發生過 那你說, 我怎麼面對其他職員呢 做好做醜 不如找個中間人讓大家容易下台 對, 總之他不親自回來說抱歉 不可能 看來Helen也不會這麼容易讓步了 你看今天早上喝茶的時候 她說話的態度這麼笨, 你就知道了 Helen說她對安仔的評語只得一句 就是認真不說得 不過她是堂堂一家公司的老闆 怎麼會低聲客氣請他聰明回公司才行呢 那安仔究竟現在想怎麼樣呢 她現在跟阿俊俊去高校長那邊 我看見她打投資訊了 看來她也不想回中國做了 現在打投資訊就是疼沉大海的 我認為她應該寧願蠻蠻習慣的 向Helen說她對不起 對不起她生甚麼次 和我愛你生甚麼次 這麼難說得出口 說到底, 阿安仔的心裡還有一條刺 她怕見到Helen想起Joanne 不過我看她回來沒提過Joanne 我看她不像還想著Joanne 難道她避了Helen一輩子嗎 我再給她一個星期期限 她如果再不跟凱倫道歉 我就五花大棒綁她上增高 幹甚麼?做大戲嗎? 你這樣做, 兒子不能下台 如果安仔現在不想回到Helen做 就不要勉強了 畢竟現在家裡又不是替她吃飯 差小炳, 阿絲, 你們不要逼她 畢竟她還小 婆婆, 就是因為她是小子 所以每個人都疼她, 每個人都偏幫她 只要她真的做錯事 也沒人敢罵她 久而久之 連她自己也不願意去承擔過失 怎麼會解決問題 我們只是想給她一條好走的路走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她只會依賴, 怎麼會成長呢 難道我們不理她嗎 對了, 就要不理她 有她自由發發, 有她碰釘 阿靖, 全家人電腦最擅長的是你 要你幫我打記錄, 真是麻煩你 她想知道, 不用這麼客氣 安仔, 我也算是不說得了 只是找工作做介紹的人給你認識 你怎麼報答我呢 行了, 吃飯卡拉OK是我的 安仔, 差不多就行了 你看看資料 如果是對的, 我幫你編出來 好, 行了, 謝謝 好 阿靖, 你和立生有沒有事想問我 有事想問你?沒有 那爸爸媽媽呢?有沒有說過什麼 也沒有 安仔 阿靖, 你是不是有事想問我們 沒有 不知道有什麼意見 你的圖和物設計 挺有創意的, 不錯, 謝謝 怎麼樣?Andrew 拿的好東西沒介紹錯吧 所以這頓茶值得我請你進去 對了, Andrew, 有什麼可以幫忙 其實我現在有五、六個項目 其中有一個大陸項目 我還沒找到人追蹤 我想你應該可以幫到我 我這裡已經有幾款 帶我民族色彩的時裝草圖 你看完之後 嘗試展開幾款 到時候我們慢慢再談, 好嗎? 好的 但是價錢方面不知道怎麼算 對, 適合介紹的 我算你一千元一張 一千元一張? 幹什麼?不少了 大家第一次合作嘛 都是嘗試性質 如果合作沒問題的 價錢還可以商量 對, 價錢雖然更高 成就要求那麼高 就讓物色當生回來 沒錯 那好吧 好的 希望合作愉快 好的 好 Andrew, 我會盡快給你 不用急 最重要是設計得好 知道我了 有車 有什麼? Helen Andrew, 很久不見了 是… 還在這裡忙什麼? 還是搞了大陸的項目 剛剛才跟設計師談完 那你呢? 我約了客人在這裡聽話 Andrew, 如果沒事的話我先走了 好, 你先走了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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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en 你認識他們嗎? 那個李天安 是我們公司以前的設計師 她的東西也不錯 糟了, Helen只收畫腳 看來她在這裡說你壞話 在Andrew面前落得抄襲你 不要亂想 這樣才行 我跟Helen無緣無緣無緣 她哪有空多個背部 你只是跟她無緣無緣無緣 我還有 算了 反正Jungle也沒有什麼熟悉感 如果她不喜歡的話 就像你一樣的 媽媽 童仔, 這麼晚都不睡 我洗了一杯深茶給你 謝謝 這張圖很趕嗎 不是呀, 不過是靈感到 對了, 給點意見吧 漂亮嗎? 漂亮 你這麼快找到工作了 這麼緊張畫那些圖 當然很重要, 是不是 對了, 我現在做財政 甚麼財政 就是散工的意思 不過你放心吧, 自由度很大的 打散工好嗎?沒甚麼保障 這樣收入就沒那麼穩定了 不過至少自由度大很多 可以調整自己的風格 以前在Jungle 沒有, 不過是Helen說了事 沒得發揮 跟我阿光根本沒分別 但是... 不過你放心吧, 我會想的 你現在長大了 你有自己的想法 媽媽也不明白的 也不懂得跟你說 媽媽, 你放心吧 我答應你, 我做得最好 讓你跟爸爸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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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我們 謝謝 謝謝 下健康 我想這些這麼簡單的事 Helen以前應該教過你 中文字幕提供 我幫你抹一下,我幫你抹一下 不好意思,先生,我幫你抹一下 新月 我幫你抹一下 有了 對不起 這些不值錢 你不是所有東西都不行嗎? 我沒有告訴你,那條文化要改大 你怎麼不改呢? 跟你說話,不是左抹右抹 立刻讓他改吧 太好了 阿豪,我兒子把我把板弄好了嗎? 正在弄好了 弄得整個上午都還沒弄好 快點手吧 很快, 我貼上禮堡就行了 Ben, 跟我進來 安仔 Helen, 有些事我想弄清楚的 你以為這裡是英國的海德公園 想說話就說 五分鐘 好, 我看看你想說什麼 Ben, 你先出去 我一向以為你是公還公, 私還私的人 但想不到你這麼卑鄙 我知道你在這行業很有地位 要玩死一個小孩, 話也沒那麼容易 有話說就直接一點, 不用鑽木角 好, 我不幫你做事 也不用在Andre面前下毒 你說話用阿佬行不行嗎? 我就用好想過, 才知道你去趕絕我 罪毒婦人收 你知不知道你在這裡說什麼? 我為什麼要趕絕你 跟Joanne分手之後, 看我不順眼了 我看你不順眼? 如果我看你不順眼 好, 活該做人非禮 我以後也不會再理你 你不踩我, 已經幫了我 好了